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节目 往上做 往上做 杨丽的段子就很有她的个人那种女性的视角 太缺这样的演员 杨丽是去年在这个舞台上最出彩的女脱口秀演员 五强里面我觉得一定要有个女生 我一定会放杨丽 虽然她上一季拿了两次倒数第一 但我依然觉得她很棒 去年就是太紧张 就是怕没有人认可你 我今年心态就比去年轻松了好多 而且我今年的目标就是 我一定要进半决赛 我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 不管前面是谁 加油 加油 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这是我第二次录脱口秀大会嘛 上一季我也录了 大家应该认熟 应该看过我吧 对 如果你不是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的话 那你应该就看过我 对 我上一次参加了四次 四期得了两次倒数第一 然后本来以为录节目嘛 能收获一些名啊 利啊 那结果只收获了两次倒数第一 但是我虽然没有进半决赛 但是大家都认识我了 然后也记住了我的段子 所以他们私下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特别热情地说 杨丽 你为啥没进半决赛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我能看说你们有的人 连这个段子也忘了 你知道吗 也是录完节目 也会接受一些采访什么 但是我真的不适合那个工作 因为我发现我会很有那种冲动 说出一些特别不合适的答案 他问完一些问题以后 我特别下意识地想说 关你啥事 但是我忍着 我跟你说艺人不能加 而且他们有的问题 真的太难了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行业 女脱口秀演员这么少 我哪知道啊 问我干嘛 你咋不直接问我 这个世界贫富差 就为什么这么大呢 这太难了 我要为这个事负责吗 又不是我把其他女演员挤走的 你去问斯文呢 而且我没想到 他们今天连斯文都想挤走 而且就这几个女演员 你们还分不清 那录完以后 有多少人来问过我 我说你在车间的生活 过得怎么样 一个行业女生少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吗 很多行业女生都少 比如说在现在最现代化 国际化的行业 复仇者联盟里 最开始六个超级英雄 是不是也只有黑寡妇 一个女的 而且这个组织还敢叫复联 最令人生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知道黑寡妇的超能力是什么吗 我特意去网上查过 黑寡妇啊 她因为被苏联的军方 特别精密的基因技术 特别用心的基因改造过 所以她衰老的速度比别人慢很多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呢 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 没有了 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别的努力的 他们除了严缓了她的衰老以外 他们还顺便给她做了绝育手术 我真的忍不住要怀疑了大哥 你改造她真的是为了让她战斗吗 你就是想留住她的身材吧 你要是为了战斗 你就把她改成灭霸那样呗 那战斗力多强啊 而且跟绿巨人谈来还特别般配 如果结婚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就是为什么 大家对女性的幻想 就永远是年轻 漂亮 身材好 为什么女英雄 她就不能老呢 她怎么就不能是老人 她为什么不能六十岁 对吧 你知道吗 就是保金沧桑 利金风霜 头发滑白 两眼放光 一些高级的喜剧技巧 她身材虽然不像原来那么完美了 但是她就往那一站一人很有气势 说我看哪个孙子要毁灭地球 先问问奶奶 我答不答应 你看啊 她叫别人孙子都不是为了骂人 只是单纯的出于年龄和背后的东西 多酷啊 但是就不能这样拍 这样拍观众就不乐意了 观众会说 我不想看这个 我想看的是黑寡妇 不是真寡妇 但是不要这样啊 不要对我们这么苛刻 而且你仔细想想 黑寡妇就注定是真寡妇 因为她太能活了 没有一个男人能走在她后面 但是我虽然老抱怨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有时候想要这些 我就很烦 但我其实知道 我其实处境没有那么惨 我有很多选择 只不过我没选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节目 我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 我努力写写不出来硬写 像这些男演员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选择不写了 我就直接不写了 然后等有空的时候 去敲李戴的门说 嗯 我写不出来 喜剧太难了 收 收 对 你再也不开门 我就去敲成路的 成路也不开 我就去敲建国的 我一路敲到底 敲进总决赛 脱口秀敲门人 开玩笑的啊 不能这样 这样就不公平了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凭实力站在这儿 凭实力战胜他们 如果实力不行 我们就靠运气 如果运气还不行 我们就靠寿命嘛 像黑寡妇一样 我们好好活着 对不对 而且你看这些男演员 身体也都不太好的样子 吓死吧 吓死吧 可以吓死 刚才有一天 就要轮到他们来问我 说为什么这个男演员 不然这么少 我就可以骄傲地说 都被我熬死了 好 谢谢 谢谢杨毕 谢谢 太棒了 终于看到一个如此兴奋的 我感觉已经看完决赛了 对 而且他讲完了 我再也不想看那些男的脱口秀演员 都觉得面目可正 讲的也不如他 对 应该跳罗老师的门 敲错门了 我觉得你可能讲脱口秀有点浪费 你可以考虑一下做直播电商 我非常开心 特别高兴 因为我终于 就是这里的女性的 这个女孩子的选手非常少 然后今天让我感到 脱口秀的这个世界 不是只有直男的这种价值观存在了 对吗 看看你们一个个 然后我觉得特别棒 今天 莫老师 已经就沉浸在这个看完决赛的喜悦当中 对对对 不是喜悦 是那种看完了决赛以后的那种空虚之中 就 老师 老师 后面还有很多人呢 是是是 我错了 我错了 确实非常好 我只是非常庆幸 我这个灯是拍在了那个敲门的段子之前 不然就 不然就真有种说不清楚了 对 我们恭喜杨丽获得三个拍当进入晋级区 嗨你们了 确实像文文华说的是配置上决赛时程的表演 我觉得杨丽的表演让我看到了导师选人的标准吧 就是导师们还是挺看重这个内容的深度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角度 我们接下来这位演员 相信大家看这帮男的也看烦了 我们下面这位演员在上一季 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人缘 有一些梗流传的也很广 然后在突围赛阶段表现很惊艳 吴隆浩老师非常势态 连呼天才天才 让我们有请杨丽 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的 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 我感觉已经看完决赛了 我觉得杨丽这一季还挺稳的 她的表演越来越稳定 就跟上一季进步其实蛮大的 有请那头排名第七名 我最想卷的主题就是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 因为我男生朋友女生朋友都有嘛 就是我就是发现大家不太一样 我和女生朋友在一起就很容易聊一些 女性生存现状和我们的感受 然后就会有那种对就是这样一拍即合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杨丽的脱口秀在女生当中 甚至在所有人当中风格都非常的鲜明 她自己的观点性很强 她有很多想要去说的东西 就这个舞台上女性脱口秀演员本来就少 其实我是真的想听一听女性脱口秀演员讲的这些事 和她们的一些观点了 一群大老爷们儿在那儿嘻嘻嘻嘻嘻嘻的 其实也挺歌映的 就谁想看这些人 我觉得我们那组啊就是总有一个人 可能要出点什么意外就没进去什么的 我现在就很担心我是那个意外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写段子 就写到贼强一定不会 就哪怕演不好也出不了意外的那种强度 我希望这次运气能让我侥幸一次 我真的我都快弄出尺的劲了 我太累了 我要晋级 好 好 终于到我了 大家好我是杨丽 对我又来了 跟去年一样我还是单身 其实我也单身太久了吧 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 对我的感情生活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就是我真的是不懂我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我觉得很多男生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 他们就觉得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 感觉很凶 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 我是不是讨厌男生 没有恰恰相反 我是因为喜欢你们才攻击你们的 真的 我太喜欢你们了 我喜欢你们喜欢到我都不忍心谈恋爱 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众多的你们当中选出一个 我会想说 我会想说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 竟然还要选 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你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就是 就是你在这个台上看到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想过说 我这个长相要是上电视的话 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 没有 过来 过来把头低了下来 我从小就很困惑你知道吗 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 他学习成绩很好 他每次都能考85分以上 但是他就是不开心 他就想为什么我没有考100分 但是有些男同学 他就能考40分 但是他可开心了 你感觉他拥有全世界 他能拿着那张卷子在班里来回穿梭 好像他说你看我就考40分 你看我是个傻子 还有 还有男生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他们特别爱说 说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你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每次都想说大哥 所以你觉得他当年之所以选择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他比别人理智吗 跟你在谈恋爱 我真是服了 打了吗 又不是跟你谈 这么敏感 而且谈恋爱为什么要是理智的 谈恋爱要是理智了 跟单身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想理智 他要是想展示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文化知识水平 他为什么要谈恋爱 他去工作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跟你谈 他每天下班以后都跟自己经理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成副经理 所以我就特别不认同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这句话 我觉得真爱就是没有距离 没法保持人家 就即便是交朋友 我们必须也得全身心的付出 无条件的和彼此站在一起 你们知道我这辈子说过的最刻薄的话 是对谁吗 就是对我闺蜜的男朋友的前女友 就是这个女人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恨她 就是我跟我闺蜜们去聚会 然后我就看见她在刷一个女生的朋友圈 我就看了一眼 我说这是谁啊 长得真好看 然后她说这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我立马就改口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说 我说长得这么好看 性格不可能好 性格决定命运 她命好不了 她叫什么名字 听说好像叫瑶瑶 我说叫瑶瑶的能有什么好人哪 然后另一个朋友说 可是我女朋友就叫瑶瑶 我说那对不起了 那今天就必须得牺牲你女朋友了 今天我们对瑶瑶就是要赶尽杀绝 因为我们女生交起朋友来 就是这样 没有理智的 但是你们试过和男生倾诉心事吗 我试过 有一次我失恋了 我就和一个男生朋友说 我说我失恋了 她跟别人跑了 然后那个男生朋友跟我说 那也是没有办法 我一直就觉得她很优秀的 你有点配不上她 我说拿你当朋友才跟你说的 我说你别拿我当朋友了 拿我当个人吧 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就想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这些男的一定要这样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还是因为你们啊 特别自信 像我们女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说的话不重要 没有人在意 除了朋友在意没有人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 朋友怎么开心 那我们就怎么说 但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你们是世界的主角啊 你们永远站在世界的中心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重要 都是至理名言 都为这个世界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们会想说 啊 这个人只是单纯的来找我倾诉心事的 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你们就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教给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的 好 现在加会儿杨丽 结球结束了 男观众说我刚给你跳了 你就说我拉起 哎呀 谢谢杨丽 被骂了一顿 这个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 喜欢杨丽的表演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在杨丽表演的过程中 这个 那六位男士 跳跳二蓝队 不知如何是好 这很不自然 是吧 很不自然 我们先听天真说吧 这个女生 女生观点 骂得好 我觉得 我觉得她的那个视角选的很好 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 因为女生就是会无脑站边的 就对人不对事 男生有时候就是 比较喜欢认为自己对事不对人 确实喜欢讲道理 因为关键是你们也没道理 其实男的 我不跟你讲 我跟张丽介聊一会儿 你也感觉怎么样 你之前看过她的 我看过她 对 挺好笑的 是 你也很优秀 谢谢您 已经结婚了 是 是 感觉这一场跟你以前看的感觉如何 更好笑一点吧 她虽然 胡说八道 你觉得她说的不对 也没有不对吧 就 只是你觉得她 就是在做一个 你知道吗 一个范围攻击 你多少会觉得 她在说我吗 没有吧 应该没有吧 她这个高明就在这儿 她把在座的男的都骂了 但每个人都坚信 跟自己没关系 有的 骂的是旁边的人 这是 这是非常高明的创作手法 但是我是想说 她这个确实非常好 就即使她是骂的是我 我也就挺爱听的 因为我 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现在也是 我只是隐藏了一部分 就是我是非常严重的 攻击型人格 嗯 所以听她那样 咄咄逼人的在那儿骂的时候 我就 忘了她骂的 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我只觉得爽 很过瘾 非常好 但我心里 其实不是真的这么想的 这不重要 对 这不重要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观众朋友们 还没看到啊 之前有一个人疯狂的 想要跟杨丽 索一个CP 叫Rock 你段子里提到的那个 那个人是她吗 绝对没有 是不是都不跟她表天了 对 我都离她远远的 我怕她连累到我 这听起来很吓人啊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这样啊 是吧 杨丽虽然演得很好 但是我们因为 这帮男的呢 自知理亏 然后也不敢 有任何反抗的动作 因为这个时候 一反抗很容易丑太百出 那 就很容易显得被人说中了 跳起来了 但我还是跳一下啊 这个 反正我的概念里 我一直觉得男的和女的 不是两种性别 是两种性格 我跟天真交往很久 就是我觉得她身上有很男的性格啊 相信我身上也有很女的性格 其实都都 大家都是混合的 尤其是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 都是 都是有这种 四雄同体 都是有这种混合倾向的 就是 所以杨丽那个说的也很好 我觉得身上啊 男性性格比较重的朋友 是可以反思一下的 怎么样再中和一点啊 可爱一点 不要那么爱讲道理 不要像我现在这样 这么爱讲道理 好不好 柔和一点啊 这个 如果能让大家 这个讨厌的部分少一点 我觉得杨丽这个 就很有意义啊 黑马祖 还有最后一位 也是之前表现非常好 夺得了暴梗王 所以是得票非常高的 也深受大家喜欢 也是硕果仅存的女托口学演员 让我们欢迎杨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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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杨玲这样做 会特别像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我觉得 我特别像赛车场上的女郎 感觉我手里就插一个小旗 准备随时说Ready Go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我当时那个蓝色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我今天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势 说No 我大概真的很难洋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然后大学是在一个设计学院 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 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过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你知道吗 我当时想说这就是同道中人哪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 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我就是不管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我老穿T恤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是因为我潜意识里觉得这样穿干活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的一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都是我妈觉得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是质剑仪吗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这件两百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杨丽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你摸你看特别轻薄 我说是那一张一百的肯定比两张一百的摸起来轻薄 拍灯了没人拍灯了 我觉得杨姐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些打扮特别夸张的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潇洒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悄悄地溜过去 说我的衣服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品味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存在的本身 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就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好恐怖啊 翻上去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很稳了 我觉得很稳了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你知道吗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状态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柏阳 你知道吗 拍照的时候随时都在说 哦 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你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没有一个超模 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就是忽然 然后说 我一定要赢 我真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棒 不够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 谢谢 是 谢谢杨幂 喜欢杨幂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她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们请刚跟杨幂说的这个 平非常不搭的天真姐 先来电 我跟你说 男人这个事情啊 你 怎么样 别说悄悄话 别说悄悄话 大声 不是 我是说 有什么都没用 这个这无关 我刚才拍灯 是因为那个 他前面说到说 有的人穿衣服就挺奇怪的 然后我看到大老师拍了 我就想起了 这是可能中大老师的点了 对啊 我们都是鹦鹉系的这种穿着啊 您认为时尚的态度是什么 他说那些女孩 身材都随爹那些 随爹 就是他不是平吗 就是 您认为 因为您现在是一个时尚 叫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才是时尚 我不是 怎么还骂上人了呢 我时尚行了吧 我最时尚 我12尚 我18尚 好吗 然后您 您现在对您的大马女装 有一个时尚的态度 跟一种一种一种 要宣扬的一种精神吗 没有 我就是面亮好就可以了 面亮好就可以了 其实杨维讨论的问题呢 跟严谣乐讨论的是一样的 他换了一个角度 他得出的结论跟严谣乐 还不太一样 还挺好玩的 他就是说 就是在乎 其实就是不在乎 就是反而那个寿啊 也是一种不在乎 你们怎么看 对 我就这样 而且他的节奏 在这个整个节目里 特别靠谱 等于他前边 其实上了有点平 他在后面 一番就一番 一番又又又又又又精彩 突然就停了 让人感觉 这就完了 这种歌叫什么 这是什么曲风呢 嘎然而止 我觉得肖邦挺适合他的 看起来挺平静的 但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高潮的这部分 就开始其实他在讲的时候 觉得挺挺 中间越讲越有戏剧感 这一点是挺欣赏的 空间感怎么样 空间感不错 空间感真的不错 特别喜欢 这个刚刚杨维模仿了很多时尚人士 就是哭上着脸拍照 杨维的总结 就是那样有态度 对 我感觉 我看出来的就是 一定要不一样 一定要不在乎 而且一定要想死那种 就是 就是他想死 其实就是说 你们在乎的东西 我都不在乎 就是不在乎 不在乎 但总你认为男性 男性拍照片 最有态度的一个表情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每次去了以后 因为每次那个时尚的那些编辑老师 因为我特别抵虚 我就觉得我出现在这 是个误会 所以他们让我穿什么 我就穿什么 让我怎么摆 我就怎么摆 这出来的照片都 一塌糊涂 也还行 挺有风格的 挺有风格的 不错不错 那个杨维是怎么想的 选择了小北和浩子这一座 就是如果我不选他 我就得选建国啊 忽兰啊什么的了 所以你觉得他们比较弱 对 我本来 其实我 我们下一位演员 在之前的节目里 你们可能也经常 在热搜上看到他 因为讨论一些 这个男性的话题 然后被一些 不太理解他的人攻击 但是呢 大部分人还是很喜欢 他的这种 蔫坏蔫坏的风格 让我们欢迎杨维 就是他身材存在的本身 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您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我太开心了 就一票 我以后就是半决赛选手了 我上一季就没进半决赛 我这一季终于进半决赛了 杨丽今年是第二次参加了 她就反正比较 我说我三季就没进半决赛了 我三季就没进半决赛了 选择出场顺序 其实顺序对一场演员是挺重要的 我就很纠结 如果我贴在上面 我觉得可能是第二个 因为何人都会往后贴 我要贴在这 我就是第八 第九了 也不一定 我再想一分钟 你咋的了你 想赢 还能咋的 要我这算啥呢我 我就贴第七吧 好 好 起优 好 起优 本来进入这半年算 我贼放松 我也不想赢了 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这一季的任务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快比赛了 我的胜负心又起来了 我就觉得我都走到这了 我想再往前走一步 所以我现在压力就很大 我一会儿要去 好好的演他一眼 哇 辣妹啊 我一眼 什么 就是好看 好看就是一切 对啊 哪演出呢 就要拍灯了 直接拍啊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进半决赛吗 两季了 我终于进半决赛了 我这一季也有点表现得太好了 从来都没输过 段子也很火 黑寡妇 但是我也因为这个段子挨了很多骂 就是他们有人 很多人说我在黑黑寡妇 你听听这话说的 你感觉我是个流氓在调戏寡妇 我说黑黑寡妇 现在就是你提谁就是黑谁 你知道黑寡妇 她就是一个电影形象 她都不存在 你提她都是黑她 提真人就更不行了 上一季我也挨骂 因为我也讲了一个段子 讲了一个偶像抽烟的事 然后就有好多粉丝来骂我 就对我进行各种诅咒啊 脏话 说我又老又土又丑 我就不依附数了 反正就是一些 我根本不在意的事情 然后 还有人说我人品不好 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没有底线 为人恶毒 我倒是觉得 现在这些年轻人 年龄不大 看人倒是还挺准的 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很想说这个事 我也觉得很无聊 但是因为就比到这儿了嘛 第九期了 我也是真的有点不知道说啥了 我就想我去微博上 看看什么私信什么的 就有一条说 怎么 今年不靠黑我们弟弟来博眼球了 看完以后我就觉得 也是个办法 与其姜在这儿 不如搏一搏 所以 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 我这个人生 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你知道 我这个人说话做事 不光不留遗憾 我都不留余地 不就是死吗 我怕吗 我怕 死可太可怕了 你们死过吗 应该没有 你知道 我前一阵做了一个手术 很小的手术 但是因为你知道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我上一次做手术的时候 还是我一个礼拜前整容的时候 你知道 没有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真的是很小的手术 我长了一个子宫内膜膝肉 就只要把它切了就好了 然后你就也没有任何后遗症 你整个人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你知道 但当时你知道我的胆量 都不足以支撑到 听完医生说完整个结论 他刚说 你的子宫里长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说 完了癌症 因为你知道 以我的性格 我的前半生 一定干过很多值得报应的事 我就想 啊 我有的时候真的不应该那样 我不应该在台上 这么说人家来着 我就开始回忆 我人生做的每一件错事 一件一件仔细地忏悔 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 然后我还跟你说 杨丽不能再忏悔了 再忏悔这辈子就过去了 毕竟可能你这辈子 也没剩几天了 然后我还想 我真的应该好好保证我的身体来着 我不应该老出去喝酒 我现在才明白 那些老叫我喝酒的人 也不一定是喜欢我 可能单纯地只是想害死我 最让我难受的是 我想到以后再也没有人听我说脱口秀了 我也没有人 我也不会出现在脱口秀里了 我只会出现在一些各大公众号的养生文章里 文章的标题我都猜得到 应该就会叫熬夜究竟有多伤身体 脱口秀黑寡妇 熬走别人之前先熬走了自己 就是相比于心疼我来说 大家更想在我的死亡上 总结出一些先进经验 但我发现 死好像也有好处 就是在你临死之前 你就解脱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我误以为自己得绝症那几天 是我人生中过得最痛快的一个月 我说根本不过脑子你知道吧 我想说啥就说啥 我朋友有的时候说 你这么说话有点伤人了 我就说怎么那你会死吗 谁我都不放在眼里 连客户我都不在乎 客户说杨丽 我觉得你这个段子有点不是很好笑 我说那你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吧 谢谢 所以啥别人都觉得好笑 就你觉得不好笑 不好笑 别不好笑别合作了呀 我的人生差你这点钱吗 我人生差的是一个奇迹 你有吗 但是因为子宫内膜细肉 是一个有点妇可病 毕竟我还是一个少女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聊到 我的病情的时候 我都说得很模糊 也不是很明白 所以他们就只知道 我的肚子里长了一个东西 所以过了几天以后 所有人都在传 我怀孕了 听说是Rock的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了 然后那个架势我觉得 哪怕我今天得的是一个结石 这个结石取出来了都会被他们强制的命名为小Rock 对不起了Rock 我就是想赢 因为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就是我已经明白了 人生都有可能随时遗憾离场 所以这个比赛 我一定不能遗憾离场 我想通了 虽然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 但我不能害怕 我一定要像我永远不会死那样活着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喜欢杨丽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二一 请锁票 这个我这个 您是怎么回事 我先要问一下 就是第一次有就是演员还一句话都没说 就出现了李小元拍灯的情况 我是觉得他这次他一出来的话 他是很自信的 就能顿时就感觉到他非常的自信 就是那种自信都已经到了自负的程度了 就是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放开一点 总比收着要好很多 你说过了可以给你剪掉 但你千万不要没演就遗憾了 这个听起来特别符合郑爽老师一贯的人生标准 就是咱们不管对不对先说了 对啊 就是说总有一些点能干得到大家 对 能干得到别人心里 对 你这个灯是第二个奇怪的东西 我不奇怪啊 你是拍在了腰眼上 你知道在我误以为自己得绝症那几天 是我人生中过得最痛快的一个月 我说根本不过脑子你知道吧 我想说啥就说啥 因为他说那个知道自个儿死的时候 是最放松的 是把那段说了一段什么 解脱吧 解脱那种 对我觉得那个 那个首先我觉得特别靠谱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思想 我们外来的一件事 罗老师为什么要很厉害 才能拍灯吗 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说的 他已经说到死了 而且还说的那么好玩 其实你没说话之前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今天出了什么问题 今天 但是我怀疑他前面特别特别牛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 你没来那几场 他好到 就是之前的 就是那种闪闪发光 一声灰那么好 是的 所以对吧 这也是我没有拍的原因 您就是希望他每一场都能特别特别厉害 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们在这是干什么的 有道理 还有就是我对杨丽老师有更高的期待 当然 我们叫领校园吧 我们不是评委 也不是导师 就是来笑的吧 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有的没听就笑了 对不对 有的听不是笑点的地方 他就笑了 对啊 那有的就是笑话听得多 他怎么听 他都觉得可以更好 那是很正常的 我们就是来笑的 那个天真杰也作为刚刚 这个动过手术的人 你们交流交流呢 我首先那个拍的那个点啊 我觉得他那个特别精彩 但是我不知道观众get到没有 小rock 他说的是结石 然后我就觉得 哇哦 就是有一种中阴双压的感觉 就是 就觉得好巧妙 所以我就拍灯了 然后 我现在看杨丽 我觉得我戴着有色眼镜 就是我实在太喜欢他了 尤其是 就是他现在上带了一种那种 强烈的女流氓气质 真的非常吸引人 而且我已经感受到了 他现在可能是上了几次热搜之后 想开了 就完全不在意别人骂他了 就是他这整个 我也很害怕其实 但还是想赢 对 没有人不怕被骂 还是害怕被骂 你现在有机会找不几句 就这样 我觉得很多东西播出了 就跟自己没啥关系了 就是夸我的人也很多 对我也是误解 我觉得就还是少吵架吧 大家 因为他去年讲那个段子 他是说他很理解 那个明星偶像 不能在公共场合那样 就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他的角度是在理解他 对 很多人怀疑我的动机 就是我在挑起矛盾什么的 但我就很委屈 因为我是想逗大家笑 我希望大家在看段子的时候 不要当真 我们说的话都是为了好笑 我真的特别喜欢他那个气质 就是那种很直 很文不立 很帅真的那个东西 那个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 我就觉得这女孩挺有个性的 然后非常敢讲 就是她生活中应该也是一个 很克制的一个人 或者说也比较文静吧 只是在内心有浮黑的一面 但是她敢把这一面放给大家看 我觉得还是非常勇敢的行为的 我们现在这个前面五位表演结束之后 目前得票最高的人就直接晋级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最高这个票数是多少票 obic 那 听说看到 特便是 我觉得就是杨末恩吧 因为他效果是我们几个里 听起来最好的 我和杨丽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 因为首先自己确实是一个满灯的状态 这样的就比其他选手 排面上就多了很多的可能性 然后杨丽的表现我觉得也非常好 因为满票是190票 所以166票很高 那么第一位晋级的会是 是Winbo Wi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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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请杨丽到二楼休息区 恭喜杨丽来到晋级去 蒙恩就是在意料之中 他表现太好了 然后觉得他晋级也就是很正常 对 我们也是很希望他晋级的 我一直觉得他特别强 然后就是希望他这一季能表现 他也很享受这个舞台 我希望他能在这个舞台上就是走得特别好 杨丽就感觉在这个现场如鱼得水一样 就他很快能找到自己的这个状态 然后跟观众建立连接 我们下一位 下一位呢演员是真的好像被在网络上遭受了一些争议啊 喜欢他的人特别喜欢他 不喜欢他的人呢对他也很凶残 他一方面呢很温柔 一方面呢他自己也很凶残 不知道是怎么做到两种奇怪的气质 在一个女性身上完美地融合 让我们有请杨丽 我一定要像我永远不会死那样活着 谢谢大家我是杨丽 我觉得杨丽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 她今天内容也很大胆 她把很多可能别人会讳莫如深的话题 直接放在透过学舞台上进行讨论 然后表达她自己的观点 这点我非常佩服她 杨丽这一季是进步非常巨大 也同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争议 很多人喜欢我 也很多人不喜欢我 我也想了很多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什么坏心 我就是很自然地在说一些 我想说的我觉得好笑的东西 如果能有一些观众 觉得看了我的透口气候以后 觉得很多事情也不重要 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种 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半职赛播完以后 我就收到很多私信 说特别喜欢我 就是谢谢大家能喜欢我 因为都大家开心的同时 然后我也很开心 就这个比赛我一路都特别紧张 因为突比赛是淘汰赛嘛 就没想到熬过去以后 一路全是淘汰赛 我所有的心态就是我一定要赢 今年的目标就是 我一定要进半决赛 我要近期 我就一直想进半决赛 你咋的了你 想赢 想咋的 要我这算啥呢 我就感觉 好像只有我特别想赢一样 其他人都很有追求 我说我想赢已经有点不是开玩笑了 而是我真的想赢了 我不愿意陷入这种状态 现在的心情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觉得全国这么多脱口秀演员 然后有六个很厉害的 都有我 我也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这一期就是要开开心心 舒舒服服地演完 很放松的状态 就好了 最后一词 我真的没想到 我真的能进决赛 我当时说我要一路敲进总决赛的时候 不是这么想 决赛了我觉得我必须要讲讲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了 就是谈恋爱 我这一期怎么搞的 我都到决赛了 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 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 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 我根本不喜欢脱口秀 我就喜欢谈恋爱 我从小就这样 而且我谈恋爱特别投入 从小就这样 我都不用真的谈恋爱 我只要开始暗恋别人 我的学习成绩就会直线下滑 从全校第五十 马上掉到第五百 我妈说 咋了这孩子 你是不是沉迷于游戏了 我当时想说 是爱情这场游戏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想各种办法 然后就天天比我喝牛奶 天天比我喝牛奶 结果越喝成绩越差 因为他不懂 牛奶喝得越多 我的身体发育就越好 我身体发育得越好 我就越想谈恋爱 而且我谈恋爱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主动地追求别人 因为我只想和我配不上的人谈恋爱 就是当我和我男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啊 这是男才女貌 我觉得不好听你知道吧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先沉默 然后过了几秒钟说 这个女的有点东西 还有好多这种劲儿的东西 这是我的梦想你知道吧 因为你想谈恋爱真的太好了 谈恋爱就是怎么都是好 不管你谈得好或者是不好 都一定是好事 就如果你谈得很顺利 你就很幸福很开心 然后你最后就顺利地结婚了 你知道 但如果你谈得不好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从小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男朋友出轨了 当街被我抓到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就是我这辈子就没那么有理过 你知道吧 我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无情地指责他 侮辱他 他没有办法说任何事 他见到我的时候 那一瞬间一定很慌张 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 你知道说话都开始接 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什么 一甩我的秀发 然后BGM就在我身后想起 就是那种 登登登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 这多好啊 这才是生活 你说你谈恋爱图啥 不就图个热热闹闹嘛 所以我跟很多女生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逛街 也不一样的是 他们都是和男朋友一起逛 而我是自己逛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 真的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的 就她都是先是被抛弃 被伤害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你知道吧 然后就 就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 又漂亮又成功 所以每次我朋友跟我说 杨丽我男朋友 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恭喜你啊 姐妹 你好日子在后头呢 但我觉得 说了这么多 都白说你知道吧 我最近觉得 我已经没有资格谈恋爱了 我觉得不会有人再爱我了 因为我最近 睡觉开始打呼噜了 可能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打 只不过这几年 一直没有人有机会听到 我谢谢你们 你们不懂 打呼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他是一切浪漫的终结者 女生打呼 打呼就跟公鸡打鸣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都能让一个男人瞬间清醒 前几天吧 因为进了决赛了嘛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说 叫几个朋友去喝酒庆祝一下 然后我就喝的有点多 结果就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男生 送我回家 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衣着整齐的独自在床上醒来 然后我就给那个男的打电话 我说首先是这样的 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我说以后你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但是我依然想问你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也很诚恳 他说我本来也想了说 要不要来留下照顾你 毕竟你喝了那么多 你知道吗 我感觉你要睡着了 吐了再把自己枪死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分钟 你就开始打呼了 而且你越打声音越打声音 我觉得这么粗壮的喉咙 应该是枪不着了 他说你怎么能打那么大声 有一个电影叫集结号 你看过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年纪轻轻 我还没有谈恋爱 我就开始打呼了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me 你们是不是想不通 我为什么要一直说英语 因为我不管要打呼 我还要打广告 这个广告还挺啊 We all talk 在线青少人 真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教学 青少人的时候来学 长大以后 连打呼都是纯正的英语 现在下载512 talkAPP 还能免费试听 我终于念到商务了 一记了 这是我第一个商务 别人都念过 就我没念过 我想说我一点商业价值都没有吗 反正这个比赛呢 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就这场演出 应该就是我这个比赛的终点 但是我会让它成为我人生的新起点 我以后人生没有比赛 我只有两件事 就是谈恋爱 和念商务 而且这两件事排名不分先后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喜欢杨丽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怎么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怎么了 还有那一步天啊 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他们打招呼 我觉得就这样很做作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但是他们跟我打招呼 我也不理他 好像嫌我很膨胀 你知道 我就立心天人交战 没事 少跟淘汰的人玩 不跟这招的人玩 咱们这个脱口喜剧的部分先放一放 咱们请专家天天姐说一说 这个谈恋爱这事怎么办呢 这孩子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哎 你看看这边有这么多候选呢 你有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认识的男人都配不上你 那你就告诉你你段子里说的那个男生是什么样的 看不出来吗 就是幽默的呀 多幽默 这不都是幽默的吗 不是 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大概是长的帅的吧 所有人一样 那咱们请校草说说的 哎 帅的啊 其实我生活中就不太能接受女孩说话有那个 后面有一个浪的 你知道吗 是这个 对对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不接受这个 这生活中我挺接受不了女孩有这个 但是我又觉得非常奇怪 就她 她把这个弄得还挺舒服 我已经弄了两季了 我每季都有弹幕在里边数 我到底说了多少 你知道吗 是吧 你平时说话应该就是这个 没有吧 应该很少 这是你的节目中的一部分 是吧 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我想过 我觉得可能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很明显 是因为我好像要确认观众有没有听到 就是让他听到我的铺垫了 但我也在克服 但是有点难 习惯 但整体表现我非常喜欢 是是是 非常行 那能接受打活活的女生吗 我我还好 我入睡比较快 哈哈哈 不受影响 徐岛上一季也看过杨丽 对 觉得她有进步吗 我觉得杨丽就是特别成熟 嗯 我相信就是她在线下表演 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是的她线下很猛 对对对 就是很享受 而且 而且作为一个这个这个女性 就她敢讲这样的话题 我觉得特特别棒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刚才讲那个段子的时候 我脑子里出现了那个男生的形象就有点像rock 我不知道 哎 哎呀 哎呀 不是 是不自是不自觉的跳进来的一个一个一个形象 不自觉的哈 不自觉的对 是什么巨石强森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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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rock 站起来一下 让沈腾老师这些是这些 哎 强森来了 这个呢 强森啊 所以呢 你的画面就是巨石强森 这样捧 捧着杨丽 哈哈哈 哈哈哈 给他放着 结果一听打呼 哎呀 哎呀 那就对上了 就对上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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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罗老师在退赛的时候就说杨丽的表现像决赛 这回到了决赛感觉表现怎么样 其实他和那个谁杨摩恩是仅有的两个攻击型选手 对 但是他更强 对 他的攻击性要比杨摩恩还强个几倍 嗯 所以我是特别特别喜欢那个杨丽的 然后我还在上一波 上一期播出去以后还 跟人接收说要了杨丽老师的微信 哦 然后时不时的发一些献媚的那些话 哈哈哈 当然今天知道他就不喜欢颜值差的 哈哈哈 他那么多废话 所以我可能后边还会减少骚扰他 哈哈哈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虽然这个比赛后边还有很多的悬念 但我心目中的比赛已经接近结束了 哦 接近结束 对我来讲 就所有的这些男性选手 今年都达不到我的要求 只有他和雪芹之间是冠亚军 我心目中 哦 所以 哦 所以 我特别特别希望这一轮两个人都能进 哎呀 然后就是最后就是冠亚军 哎呀 我老师 真的是 是是是 说的好 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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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杨丽 我有点不敢喜欢她 因为她能让大家都能够 出发自己 我向来不敢去说什么 但是她真的敢做这件事 然后 然后每回我就敢喜欢她 不敢再喜欢她 中间有一种特别深的敬佩 作为杨丽生活中的朋友 我们这些这些杨丽生活中的朋友 可以为杨丽作证 她在生活中是真的是一个很很单纯很天真的一个人 就是她全部都是为了艺术 对对对说这些话啊 好 那么请杨丽六强席稍作休息 咱们杨丽呢 她就是有一副 你不爱听对不对 我现在说你更不爱听 然后就特别酷 杨丽的表现也非常好 我其实不太见到 中国有像她这样风格的和这么强的攻击性 我觉得这一次脱口秀大会的冠军 至少我认为 我觉得应该是杨丽 我们那个控制一下情绪啊 我们不要再重复半决赛的那个难过了 上次真的哭得太惨了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本场第四名的票数是多少 第四名 132 很高了 132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四个 那边看不走 我们马上就来看 第四名是谁 10c 人子在哪儿 左边右边 左边 你能看什么 我其实 咱们实话实说 我在第一轮的时候表演完了 是很放松的 因为我觉得我进第二轮是板上钉钉的事 到这场比赛 这六个人神进 就是命和运气的事 我不觉得谁赢了谁就是厉害的 谁输了谁就是不厉害的 我们都很厉害 那你在追求大王当中产生的这些经历 就对我来说 就特别有意义 所以说 其实比到决赛 我都已经觉得 没那么所谓了 就不在乎了 就爱傻傻 反正我演完了 而且即便我淘汰了 我淘汰得很漂亮 而且大幕会飘过来 啊 为什么淘汰王免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有点可惜 这也太奇怪了 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不懂 哎 哎呀 这有点不懂啊 你们感觉我好像要死了 你知道吗 没有 这个 哎 我老师预测的怪亚军什么 都止不低了 哈哈 果然是明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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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我也能从 这种 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也能从这种悲伤的现实里 读取到一些 让人喜悦的一些东西 什么 就是 你看他现在被淘汰 意味着他是今年的第六名 啊 第四名 第四名 很厉害了 这跟我在直播界 直播界的平次是一样的 哈哈 哈哈 我为我们俩之间有这么一些 奇妙和微不足道的纽带 而感到欣慰 哈哈 哇 另外 太微不足道 哎呀 太难过了 那 下半场我不录了 哈哈 真的吗 这不好 你还差一个一 这不对 这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大局关我不能使性的 对 没款还没接呢 但是对杨丽下去的时候我会起立自尽 对 这个也很 那也不用吧 用用用用 那杨丽跟我们说两句吧 就是 有点尴尬 是我们好像就从来不在台上 就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说过人话 没有说过正经话 我们都是乱讲笑话什么的 我这一季就一直都挺开心的 你们能听出来这段我想过 你知道 就是我这一季一直都挺开心 但有一点不开心的就是 因为我在节目里讲的一些段子 然后导演接了一些男演员的反应什么的 然后就很多人在解读他们 就是老说他们啥子 我就觉得不要说他们 他们 我们生活中都认识他们 人都还行 你知道吗 就是 多么勉强的一个肯定 就真的都还行 就都冲我来你知道 然后他们 都帮我改过很多段子 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怕我万一漏掉哪个名字 他们会恨我 对对 所以就希望大家那个开心就好了 谢谢 谢谢 哎呀哎呀 站起来了 老个人已经站起来了 我们都要站起来 恭喜莱莉莉获得二年二年节目 风筹秀演员排行榜第四名 确实有点可惜 可惜 确实有点可惜 我这一季就特别满足 因为我上一季是第十啊 我这一季第四多好啊 跟上一季比我也太开心了 上一季 我都比到后面 我就没有信心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 然后这一季就很顺利 然后这一季就很顺利 我觉得我好像更自信了 就是更骄傲一点了 我觉得我每一期都演得挺好的 就是因为我真的进步了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然后谢谢所有人和运气 对我而言今天就是非常平静的一天 就是它也肯定不是结束 然后我也知道我以后每一天的日常还是一样 要演出要写东西以后要去做编剧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 但我今天就很平静 就是能享受片刻的平静 没事 挺好 走上淘汰席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快乐 就一开始我觉得脱口球太难了 然后中间我说着说着 我就觉得脱口球有点简单吧 然后录到决赛了 我又不得不承认脱口球确认是难的 这个事情有非常非常多探索的可能和发展的空间 也激发了我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斗志 如果明年我再来 我就不是一个新鲜的人了 不是一个大家没见过的风格了 那我如果再能稳到决赛 那才是我的实力 这一季参加下来是 欢迎回到七点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满意的 因为我其实上场之前 对没有名次 没有太大的追求 但我很害怕 我会演冷了 只要没冷场 我就已经满足了 我感觉这一季参加下来是 真的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 自己对于这个舞台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一季的我我感觉就是属于 我并不是说和这个舞台融为一体 我好像是在努力地打进这个舞台 然后希望有下一季的话 能够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 今天就是一个大联欢 我们已经是这个联欢场上最后的主角了 没有任何遗憾 你们都站起来 你们就显不出罗老师的这个质疑了 我很喜欢看到更多的人站起来向他致敬 所以没事的 那就补上了 哎呀 社会人